第三百二十集 苏老婆子所有的声音都被她强行咽了回去 她满含恐惧地看着苏元人 声音都变得小心翼翼 儿子 你 苏元人满是厌恶地看着爹坐在地上的苏老婆子 深吸了口气 稍稍平复了一些 娘 你也别怪我发火 实在是 我和弟弟的前途都被你们给毁了 我也是气急冲动的 娘 那可是县令千金啊 你怎么就能 怎么就敢骂人家的 你怎么就能和人家结怨的 怎么就 到了人家看到咱们一家子 却厌恶的程度 他本来是有机会的 只要他讨好了县令千金 让县令千金倾心于他 可现在 一切都还没开始 就被掐在了萌芽里 人家说了 一看到他们一家就恶心 娘 我真的就想不通了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苏大牙越来越有出息 这么有出息的人 你怎么就能和他骄傲到那种程度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儿子以后是要考功名的 名声真的很重要 你怎么就不听呢 我要是读不了书 考不了功名 这就是你害的 苏原人料完了狠话 直接一甩袖子就走了 留下苏老婆子一个人坐在地上 半天都没回过神来 苏大牙是他的亲孙女 对他不笑他能怎么着 还有那个县令千金 那是他招惹的吗 分明就是陆清雪那个贱丫头招惹的 儿子怎么就把所有的罪过怪到他身上了 分明就和他没关系啊 苏老婆子被儿子骂了 心里委屈得不行 只觉得所有的错都是别人的 儿子为什么不理解他 还把错都归结到他身上 他分明就没错呀 他回过神来 就连忙追上去解释 而苏洪山这边 等到母子二人一走 张晓如就拉着苏洪山不住地笑 苏姐姐 看他哥也不 我就是恶心他们一家子 本来就想好好地教训教训他们 他们还往我手上凑 我要是不动手 还多辜负人家的一番好意啊 你啊 苏洪山无奈地点了点他的额头 好了 知道你的好意 想替我打包不平 想吃什么 等一下我给你做 真的吗 苏姐姐 你太好了 我想吃红烧狮子头 就 你上次给转如墨做的那个 你不知道 我可馋那个了 还有那个 辣酱 能不能再给我做一些 你是不知道 你给我做了好几罐子 我都没怎么吃 结果就剩下一点了 肯定是下面人偷偷吃了 快心疼死我了 好好好 都给你做 走吧 先回去 苏洪山先推了推张小如回院子里 她又转身看向了看热闹的大家伙 今天的事 知道知道 老苏家那些人实在过分 怪不得张小姐 对对对 那个苏原人要是真想道歉 那也应该是来给苏东家你道歉 非要跑去给人家张小姐道歉 谁知道安得什么心呢 苏东家 您就放心吧 我们大伙有分寸呢 再说了 人家张小姐又没做错 其实我也挺恶心他们一家的 不过 就没张小姐那么胆大 你那是没底气 你要是大护人家的公子哥 估计能直接打死那家人 大家伙说说笑笑的 苏洪山感激地朝他们道了歉就回去了 这事要是发生在苏洪山身上 他完全不在意 可放在张小如身上 他就不得不为他多想一些了 苏姐姐 这事没关系的 张小如并没有走远 也听到了刚才外面的动静 直到苏洪山是担心这事以讹传讹 传到最后会成了他仗势欺人 坏了他名声 所以才特意叮嘱大家伙的 虽说他不在意 可心里却是感动的 他上前挽住了苏洪山的胳膊 本专辑是免费慢更版 更多精彩内容抢先听 请搜同营专辑 农女致富 山里汉 宠妻无度 VIP快更版 或紧接蓝色传送门直达哦 第321集 苏姐姐 你可不知道 我在县城里有多把呢 看不上的人我随便就骂了 打个把人儿也真影响不了 为什么 知道知道 好了 时间也不早了 我去厨房做饭 你要是去村里玩的话 带上吴东来或者小萝卜一块 苏洪山不放心老苏家那些人 虽然说张晓如是县令千金 老苏家人也不见得敢得罪 但有的人呢 就是不能按常理来推断 他能做出的事 尤其是那些没什么脑子的 比如苏老婆子支流 谁知道他脑子一抽想到什么主意 还傻傻地以为别人会猜不到他身上 就胆大包天地动手了呢 张晓如刚才在村子里转了一圈 又饿整了老苏家人 出了心里的恶气 这会儿也不想出去了 苏姐姐 我和你一起做饭吧 等吃了饭 你向我忙不忙 嗯 怎么了 我想上山打猎去 听说打猎很好玩的 苏洪山争了一下 打猎好玩吗 估计也就只有张晓如这样的千金小姐才会觉得打猎好玩吧 苏姐姐去忙去忙 嗯 张晓如拉着苏洪山的胳膊撒娇 苏洪山满脸无奈地看着他 山上有可能还有老虎和狮子 万一碰上了 话还没说完 张晓如就双眼冒着星光 满是兴奋地拉着他 啊 还有老虎狮子吗 我都没见过老虎和狮子 我 我就见过一张虎皮 哇 那颜色可真亮 特别好看 咱们去打猎 如果能见到真老虎就好了 说不定还能打一只老虎 嘿嘿 看着张晓如高兴的样子 苏洪山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好了 半晌后 他神色凝重 张晓如 打猎不是那么好玩的 一不小心就会丢了性命 山上的老虎狮子 可不是你想的那样可爱 别说是老虎狮子了 就是遇上头野猪 也可能是生死搏斗 若遇上老虎 没人保护的情况下 很可能连性命都丢了 张晓如 为了自己的好玩 就去偶遇那些东西 那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见苏洪山语气凝重 张晓如也不禁争住了 啊 这么危险吗 你以为呢 张晓如吐了吐舌头 有些不好意思 我以为 好了 我不去了好不好 不去了不去了 走吧 苏姐姐你给我做好吃的 以后我都不提上山打猎的事了 你别生气好不好 苏洪山无语地看她 她什么时候生气了 不过也没多说什么 反正让张晓如知道 打猎不是什么好玩的事就好了 午饭一大半的菜都是张晓如喜欢吃的 只不过其他人也都不挑就是了 张晓如是个真闲不住的性子 本来还想着下午要拉着苏洪山去打猎 结果被说了一顿 心里也有些怕怕的 因此 下午就又去村里转了 碰见村长媳妇这样去地里 张晓如一听 立马就要求跟着一起去玩 因为有了晌午的事情 为了防止老苏家人找她麻烦 小萝卜也跟着去了 而苏洪山这边却是找到了村长 说了改建村学的事情 说起来 村学建起来也没多长时间 只不过一开始并没有想那么多 村学建的也不大 现在多了那么多的女学生 扩建的事情也提上了日程 之前说好了是由村长负责的 只不过苏洪山去了一趟张府 听了张夫人的话 又花了时间重新画了图纸 这才找到了村长 苏洪山把图纸递到村长面前 我去了一趟张府 张夫人的意思是 村学的女孩子会越来越多 和男孩子们一起读书 时间长了难免被人非议 我琢磨着 咱们正好要扩建村学 不如扩建的时候 就把女孩学堂和男孩学堂分开 苏洪山说这些的时候 村长也在低着头看图纸 苏洪山这图纸也画得简单 只不过是在扩大了村学的基础上 分了南门和北门 中间再多了一堵墙分隔 这么一分隔就成了两个院子 而且大门分别在南北两面 真算起来比邻居还离得远 女孩和男孩也凑不到一起去 村长看得挺满意 对 这样好 这样一来就是家道强的事 咱们虽然是村子 没那些大户人家计较 但也不能真放任 不然以后闹腾起来 坏了咱村女孩子的名声也不好 苏洪山点头 她也的确是有这方面的担忧 毕竟这时代背景在这里放着 有些东西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改变的 嗯 是啊 而且咱们村还要来女夫子 要是真在一起的话 人家女夫子估摸着也不能乐意 行 明天村学就开始放假 我这边也安排下去 尽快扩建完了 好让孩子们继续读书 第322集 两人达成一致 村长收了图纸 却没有走 他沉吟了一下 问苏洪山 苏东家 姚厂现在发展顺利 青阳县市场也稳定了 东家 你看咱们什么时候 朝外发展啊 苏洪山文言争了争 他近一段时间 都在关注化妆品作坊的进展 倒是很少关注姚厂这边 主要还是姚厂发展的 挺顺利的 而且他也没想着扩张 这事儿村长不知道 他主动提出扩张 应该是对姚厂发展 也挺看好的 只不过注定要让他失望了 干爹 你可能不知道 姚厂一开始能打开市场 是刘家主动退让的结果 不然的话 咱们的姚厂一开始都开不起来 所以 苏洪山没有接着往下说 但村长也明白了他的意思 嗯 刘家几乎垄断了所有的专阳市场 咱们能拿到青阳县这片市场 已经不易 村长第一次听这些事儿 理解的点头 嗯 那我知道了 现在这情况是刘家 主动退让给他们的市场 如果扩张的话 必然引起刘家的不满 到时候别说是扩张了 姚厂都可能开不下去 如此想着 村长的后背竟是渗出一层冷汗 他安分守起了一辈子 现在管理向阳村的这个姚厂 也是看着姚厂发展的太顺利 才有了扩张的心思 却不知道 这背后竟然还有这些事情呢 建村长那明显后怕的样子 苏洪山安抚的笑了笑 姚厂虽然扩张不了 但是作坊和酒楼这边 却是可以扩张的 等我忙过了这段时间 作坊稳定下来 就可以着手扩张酒楼了 村长点了点头 如此也好 他对酒楼那边本就不怎么懂 只听承喜偶尔回来说起的时候 都是一脸兴奋 想来应该是很不错的 刘家那样的人家 还是别得罪的好 既然姚厂不能扩张 那就努力去把其他的做好吧 说完了正事 村长就起身告辞了 可他这边还没走开 小萝卜就着急忙慌地跑了回来 不好了 张小姐被蛇要了 小萝卜着急忙慌地回来说了一声 就赶紧驾着马车去请大夫了 苏洪山和村长这边也是吓了一跳 齐蒙就去小萝卜说的地儿找张小儒去了 好好的怎么能让蛇咬了呢 那可是县令千金呢 这要是出了什么事咋办呢 王氏这婆娘也真是的 好好的带人家千金小姐上地里干啥去了 唉 这可咋办呀 村长一路担心的都快哭出来了 苏洪山也脸色难看 沉着脸朝着村长家的地里赶 结果还没赶到 就听到村长媳妇愤怒的声音 滚滚滚 你懂个屁 你赶紧走 人家千金小姐就是中了毒 那也和你没关系 你赶紧让开 呀我说了让开 婶子 我知道你对我们家人都有些意见 可这事真当个不得 张小姐小腿被咬了 必须要把毒吸出来 灯徒子 就是拔毒也拥不到你 我给我们家小姐吸就好了 你赶紧让开 耽搁了我们回去看大夫 你耽搁得起吗 碧儿姑娘 你真忍心 看着你家小姐被蛇毒这么折磨 我都说了 我弟弟小时候被蛇咬过 当时就是我给她拔毒的 我有经验 这种事没经验 看来你是真有经验啊 苏洪山冰冷的声音忽然传来 正说话的苏元人额头冷汗都冒了出来 眼底闪过一抹懊恼 却是很快冷静下来 又着急地朝苏洪山看了过去 大压来了 张小姐这毒必须要尽快拔除 不然 苏洪山冷冷地朝她看了一眼 并没说话 而背着张小姐的村长媳妇 却是松了口气 快过来把她弄走 张小姐被蛇咬了 得赶紧找大夫 小萝卜找大夫去了没 第三百二十三集 碧儿也都急得快哭了 这好好的梯里连根草都没有 怎么就好端端地冒了条蛇出来啊 苏小姐 你管救救我家小姐吧 放心 不会有事的 小萝卜已经去请大夫了 咱们也赶紧回去 苏洪山安抚地说着 就和村长一起护着张小姐往回赶 苏延人却还拦在前面 大雅 村长 我知道你们都对我有意见 可张小姐这样 滚开 苏洪山冷冷开口 村长更是一把推开了她 碧儿直接上去 就甩了她一个耳光子 你这灯胡子 你那点小心思当时也看不出来呢 说不定蛇就是你放的 我可告诉你 我们小姐最好没事 要是有事的话 你就等着坐牢吧 不是我 苏渊人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脸色也没得变得惨白 可已经没有人搭理她了 所有人都护着张小姐 急急忙忙往回走 而苏洪山这边 却在走了几步后 忽然看向村长 村长 麻烦你带人先把她控制起来 我怀疑那蛇就是她放的 村长也面色沉重地点头 嗯 我知道了 村长很快找了几个人 把苏渊人控制了起来 苏渊人这会儿还在狡辩 你们干什么 我只是路过 好像想给她挖毒而已 你们这是不使好人心 然而根本就没有人搭理她 村长让人把她捆了后 就扔在了苏洪山家的院子里 就等着小萝卜赶紧去请大夫回来 又期盼着张小姐真的不要有什么事才好 不然县太爷那一关可不好过呀 县太爷可就这么一个宝贝闺女 这要是在他们村出了事 村长额头冷汗直冒 着急地在门口来回踱步 压根就不敢想这事的后果 不住地走了几圈 又厌恶地瞪了眼苏渊人 都是这个蠢货 虽然事情还没开始查 但她基本已经认定就是苏渊人干的 不然的话 她怎么可能就正好地出现在那里 那里一不靠山 二不靠近她家的地 她没事干跑到那边做什么去 苏渊人 枉你还是读书人 就你这样的读书人 真是丢天下读书人的脸 你知道那是谁吗 那是县令千金 他要有事 你就等着坐牢吧 村长愤恨地说着 苏渊人自然是不住地辩解 小萝卜的速度很快 在村长转了好几个圈后 大夫就被请来了 可张笑如小腿处的毒 却已经扩散了好大一片 大夫来之前 就听小萝卜说是被毒蛇咬了的 也带齐了家伙是 这一过来 稍一做检查 就要吩咐苏宏山这边准备热水 白酒等东西 苏宏山这边却早已经准备妥当 大夫一提 下面人就麻利地送了过来 大夫也没耽搁地 给张笑如处理伤势 苏宏山也紧张地看着 时不时地帮忙打打下手 终于在大夫第N次 擦了额头的汗后 常淤了口气 站直了身子 幸好你这边准备妥当 没再耽搁时间 不然就麻烦了 现在怎么样 没什么大碍了 好好的休养两日 伤口养好就没事了 所有人这才松了口气 村长媳妇更是腿一软的 就坐在了地上 可算是没事了 真是吓死我了 你说这好好的地里 怎么就忽然冒出来条蛇呀 我家地里可是一点草都没有啊 蛇也不能往那去呀 你说我这段时间 天天那个点去地里翻地 都没遇上蛇 怎么今天就这么倒霉呀 幸好张小姐没事 不然我就是大罪人了 村长媳妇刚才太过紧张 这会儿一口气松懈下来 身上的汗素素地往下落 整个人都似是虚脱了一般 还不住地念叨着 听着她的念叨 苏洪山一双美眸 却是冰冷的骇人 她压下心里的怒火 看着大夫开了药方子 又询问了一些注意事项 和大夫商量好 明天再派人去接她过来 给张小如检查后 就让小萝卜送她回去 顺便抓药去了 等大夫这一走 苏洪山就到了院子里 看着院子里被五花大绑的苏原人 一脚就踹了过去 你倒是胆子大得很呢 苏洪山这满是怒气的一脚 踹得并不轻 还动用了她这段时间 修炼的内力 苏原人被她踢得倒飞出去 好几米远 紧接着就喷了口鲜血出来 差点两眼一翻就晕了过去 苏洪山那一脚踢过去 还由自不解气 又追过去朝着她连连踢了好几脚 我说过多少次了 让你们少来招惹我 你们怎么就是听不懂人话呢 喜欢害人是吧 我让你害 我让你放蛇 要不是还有些理智在 她都想让人弄个蛇窟 直接把她给扔下去 看苏洪山实在是气得很了 那苏原人一个大男人 只有被打的份不说 还眼看着腰晕死过去 村长连忙拉住了她 好了好了 打几下出出气就好了 还是报官 等上了公堂再说吧 苏洪山这才停下 我已经让吴东来 跟着小萝卜一起去衙门报官了 这事 必须要告诉张县令和张夫人 他们估摸着 等下也会一起过来 真要说吗 这 这 万一 受伤的毕竟是县令千金 县令的怒火 她一个小小的村长 可承受不起 苏洪山知道她担心什么 放心 张县令和张夫人 都是好说话的人 咱们又抓到了罪魁祸首 怪不到您的头上 话是这么说的 可村长哪里真能就这么想啊 苏洪山能这么说 那是因为和张小姐关系好 听说张夫人也挺喜欢她的 可她村长不一样啊 而且这事还是因为她夫人 若不是她媳妇带着 千金小姐去了地里 哪里能遇上这事 况且苏洪人这边 他们也只是怀疑 并没有切实的证据啊 而苏洪人在缓了一会儿后 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你个贱人 你凭什么打我 张小姐被蛇咬关我什么事啊 你这是污蔑 我看你 就是想找个替罪羔羊 成容 就你还村长呢 你随便污蔑别人 你这是公报私仇 你们凭什么说是我放的蛇 有本事 你们拿出证据啊 没有证据 就是污蔑 苏洪人在做这事之前 也是前前后后思考过的 赌定了 就算事发 也没人拿得住把柄 这才敢干的 可哪里想到 这帮人没证据 就直接抓了他 抓了也就罢了 竟然还打他 可恶 苏原仁愤恨地瞪了苏公山一眼 这事他分明就是打算好的 专门选了张小如 一个人的时候放了蛇过去 他被蛇咬 他正好过去救他 到时候 张小如就算不愿意 只要他拿住了这个把柄 也有的是法子让他愿意 只要张小如愿意了 他可是张县令唯一的女儿 张县令想让他女儿过得好 还不得帮他苏原仁平步青云 可哪里想到他这边蛇放出去了 碧尔却那么好巧不巧地找了过来 眼看着村长媳妇背着张小如就要走 他哪里还顾得上 稍微一寻色 就打算假装路过 然后提出帮忙吸出毒素的事情 因为太过着急 他也没计划得太好 心里也抱着一丝期许 想着这两人都担心择乱 就同意他的提议了 可哪里想到 不管是那个丫鬟碧尔 还是村长媳妇 态度都那么坚决 关键是没一会儿 苏洪山和村长就过来了 还直接让人把他给绑了 小姐醒来了 碧尔高兴的声音从屋里传来 苏洪山连忙就跑了进去 村长等人也都跟着松了口气 苏洪山一进来 就正好撞上满脸愤怒的 往外面冲的碧尔 联忙就拉住了他 怎么了 碧尔看着苏洪山双眼通红 小姐说他都看到了 就是苏元人 小姐被蛇咬了后看到苏元人要过来 只不过在我过去之后又赶紧躲了 苏小姐 你说怎么能这么巧 小姐刚被蛇咬他就正好在那 肯定是他干的 我要去找老爷夫人 让他们给小姐做主 苏洪山脸色也再次变得阴沉下来 却是拉着他 你走了谁照顾你家小姐 好了 你就放心吧 张县令和张夫人那边 我已经派人去说了 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过来了 碧尔的声音不小 外面的人能听得清清楚楚 苏元人自然也听到了 他的脸色瞬间惨白 本来还想着没人又没证据 就是上了公堂他也有一便之力的 可现在张小如竟然看到了他 这一刻的苏元人害怕极了 他忽然站起来就要往外冲 趁着衙门的人还没来 他还是赶紧逃吧 不然被抓了肯定就得坐牢 他不能坐牢 他可是读书人 可他才冲了两步 迎接他的就是一脚 这一次 他倒飞出了比刚才还远的距离 直接撞在墙上又重重地跌下来 晕了过去 村长看着边上一直没说话 沉着脸的韩大壮 嘴角抽了抽 这不会是死了吧 死不了 韩大壮冷冷地说了句 真是没用 晕这么快 刚才看到自家娘子揍人的时候 他就心疼了 要不是见他只动脚没动手的话 都上去替娘子揍了 这回正好派上用场 第三百二十五集 晕了也好 省得他逃了 看样子是他没错了 真是坏了根本的 竟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嗯 韩大壮冷淡地点头 和刚才一样 依然跟个木头桩子似的 往那一处 可就是这木头桩子一样的人 却让人无法忽视 就连村长站在他边上 都觉得压抑得不行 下意识地往远处挪了挪 屋里张晓如已经醒来 只不过人还很虚弱 看边上苏红山等人 一脸担忧的样子 他不住地安慰 苏姐姐我真没事 你看我这不已经醒来了 就是小腿有点疼 其他真没什么影响 好了 好好养着 等一下你爹娘就过来了 养足了精神 等下还要坐马车回去呢 张晓如 再过来玩 我这边随时欢迎你过来 张晓如 辣的辣的辣酱你就不要想了 什么时候等你伤好了 我再给你做 谁说我是要自己吃了 我是要带回去给爹娘的 苏红山哪里能不知道 她的那点小心思 横了她一眼 根本就不接话 村长媳妇一直在屋里待着 一直到看到张晓如醒来 和苏红山说说笑笑 心才彻底放下 趁着两人都不说话了 这才上前 张晓如 真对不住啊 我没想到地里有蛇 张晓如刚才注意力 一直在苏红山身上 也没看到村长媳妇 这会儿见她上来就道歉 这还了得 连忙摆手 不是 这不关你的事啊 是我非要跟着你去地里的 被蛇咬是我自己的原因 和你没关系了 再说了 皇帅你们不也说了 这压根就是有人想害我 我就是不去地里 去了其他地方 该被蛇咬还是会被蛇咬的 是啊 程夫人 您就别自责了 当时咱们都在 这事儿 怨谁也怨不到您身上 要是真要有人负责的话 那也是我的错 我是小姐的天生丫鬟 保护小姐就是我的责任 让小姐受了伤 就是我的错 张晓如这边 还正在安抚村长媳妇呢 碧儿这边 就又把错往自己身上来 还说着就红了眼 眼泪巴搭巴搭地往下掉 张晓如只觉得脑袋都大了 啊 好了好了 我说你们这一个两个都干什么呀 都说了这是有人要害我 又不是你们的错 你看看你们 吵得我头都疼了 一听张晓如这个伤号头又疼了 这还了得 碧儿和村长媳妇全都关切地看着她 不住地问她 头哪里疼 是不是毒素没清理干净 张晓如只觉得头更疼了 苏红山看她那样子 又是好笑 又是无奈 看张晓如不住地给自己眨眼 只好道了句 好了 她就是需要休息了 碧儿 你出去候着 等小萝卜 或者你们老爷夫人来了通报一声 干娘 你也出去给干爹报个平安吧 不然她还在外头担心着呢 哎 好好好 这就去 两人不住硬着 就按照苏红山的吩咐各自去了 苏红山看着他们离开 回头就见张晓如还在不住地吐舌头 无语地摇了摇头 哎呀 就好好地休息一会儿吧 毕竟是受了伤 从我躺不住啊 我腿上麻素素的疼 睡也睡不着 要不苏姐姐你就陪我说话吧 嗯 就当是转移注意力了 苏姐姐 你说你做的辣酱怎么那么好吃啊 苏姐姐 你看我也没怎么伤着 这腿上被咬了两个小骷髅而已 过几天就好了 那个辣酱那么好吃 就是真正受伤的人吃了也没关系吧 而且 你看 我这也不算是受伤 苏姐姐 苏红山满脸黑线 直接起身 咱们还是别聊天了 你好好休息吧 说着就要走 张晓如脸色垮了下来 着急地一把拉住了她 苏姐姐 好了好了 我不吃就是了 真是 我虽然也太过分了 苏红山严重怀疑她这会儿才说苏元人 就是因为苏元人害得她不能吃辣酱 看着她那失落的样子 苏红山想了下 好啦 辣酱是吃不了 不过我这边可以做一些丸子 馄饨之类的给你带回去吃 苏红山说到做到 这边答应了张晓如 那头就让人去准备材料了 我去喊碧尔回来 你就好好休息一会儿 我去给你做 苏红山让碧尔回去看着他们家小姐 就去了厨房 韩大壮见她出来 也跟了上去 你跟着我做什么 韩大壮沉默着没有说话 一直到两个人都到了厨房门口 她才开口 你没事吧 怎么了 韩大壮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见她真没有生气的样子 这才点点头 你别生气了 那家人你真看不完 我今晚就去 看着她那冰冷的样子 苏红山眼皮都跳了跳 您可千万别 他们的日子过得好好的 真犯不着为了一家子极品 背上人命 韩大壮 杀人是犯法的 虽然张县令和咱们熟识 也可能会有法子替你逃过罪责 可这事一旦查出来 咱们就害了人家张县令 而且杀人的事 不到逼不得已 咱们真不能干 我看着 我看着像会随便杀人的那种人 苏红山心想可不咋地 可也意识到韩大壮这话的意思 所以你刚才在说什么 我是说 你要是实在看不惯那家人的话 我今晚去烧了他们家房子 再点了他们一家人的睡眩 连夜把人扔到距离这里远一些的地方去 看着韩大壮那一本正经地说着自己计划的样子 苏红山嘴角抽了又抽 这 比杀人好不了多少吧 他下意识地哆嗦了一下 赶紧摇头 别别别 还是算了吧 恶人自有恶人魔 生活就是需要一些奇葩极品来添加趣味性的 有他们在 偶尔还能让咱们看看热闹 多好啊 要是他们都不在了 那生活多无趣啊 嗯 至于那个苏源人 这事如果真是他做的 坐牢是免不了的 张献令也不会放过害他宝贝女儿的人 咱们就不要操心了 苏红山耐心地劝说着韩大壮 真有些怕他真晚上去把人扔了 可说着说着 他话音就变了 不过 烧房子这事倒是不错 苏源人后面肯定要坐牢的 老苏家人少不了又会闹腾 若是咱们这会儿烧了他家房子 想来那一家子也就没啥心思来找咱们麻烦了吧 嗯 晚上烧不好 万一人家都在睡觉 真把人给烧死了 那罪过可就大了 白天倒是可以试试 也正好天越来越暖和了 就是烧了他们的房子 他们也不见得就冻死 苏红山越说越觉得这事可行 不住地点着头 眼里都冒着亮光 韩大壮挑了挑眉 这会儿也不行 等一下张县令和张夫人要过来 张县令作为县太爷 看到村民房子着火了肯定会过去看看的 看了免不了还要管 倒是可以等他们走了 嗯 估算一下时间 也差不多是黄昏之前 他们肯定也都还没睡 苏红山这边细细地分析着 抬头就看向了韩大壮 韩大壮认真的点头 很是赞同 好 听娘子的吧 等一下 我亲自去办这事 苏红山也赞同 这种坏事还是自己亲自去办比较放心一些 厨房 听到全城的玉娘分娘两人对视了一眼 身子抖了下 在看到苏红山和韩大壮进来后 琪琪跪下了 老爷 夫人 我们什么都没听到 苏红山和韩大壮一脸无语 苏红山倒是忘了屋里还有两个 而韩大壮却是深深地逆了二人一眼 对他们的反应甚是满意 第327集 好了 快些起来吧 又不是什么大事 听到就听到了 再说了 你们也是有分寸的人 又不会乱说 奴婢绝对不会乱说的 奴婢什么都没听到 嗯 又不是什么大事 不至于 好了快些忙活吧 把馄饨馅准备好 我来办 面也揉起来 咱们多包一些给张小姐带回去 馅也都准备一些 到时候带回去让他们家自己的厨娘包 玉娘和分娘 两人又小心翼翼的看了眼韩大壮 见她已经看向别处 这才赶忙爬起来去忙活了 苏红山也跟着忙活 扭头见韩大壮还瞅在门口 皱了皱眉 你怎么还在啊 韩大壮深深看了她一眼 竟是直接去灶火间坐下了 为什么苏红山感觉 韩大壮刚才看她的那一眼 有些委屈 应该是她看错了吧 韩大壮那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委屈呢 苏红山转头开始检查玉娘和分娘两人准备的东西 又添了两样让他们准备 自己就开始活灭 手上忙碌着 没一会儿又皱眉看向了韩大壮 就见韩大壮正在给灶火添柴 苏红山不禁皱眉 她明明就感觉有人在看着自己啊 难道是自己想多了 小萝卜回来得很快 一同的还有张县令和张夫人 以及衙门的人 过来的时候 苏红山还在厨房里忙着 下面人来禀报了 就连忙迎了上去 张夫人一看到苏红山 就着急地上前拉住了她的手 我宝儿怎么样了 苏红山这还是第一次听到张夫人这般幻章小儒 也知道对方这一路上 必然也担心坏了 连忙就要安抚 就见屋里的碧儿 已经听到声音迎了出来 一看到人 就直接对着张县令和张夫人跪了下去 奴婢对不起老爷夫人 都是奴婢的错 是奴婢没有保护好小姐 她这话一出 苏红山能够明显感觉到张夫人更紧张了 拉着她的手都紧了紧 还微微地颤抖起来 鲍儿她 怎么了 约仪 小儒没事 这会儿已经醒来了 毒素已经驱除 大夫说敷两天药 伤口结痂了就好了 与此同时 屋里张小儒的声音也传了出来 娘 我真没事 你说说你都来了 进来看看我不就知道有事没事了吗 非要在外面问 你那不是瞎担心吗 苏红山很是无奈 这孩子说话真是让人牙酸得很呢 张夫人却是一下子高兴起来 松开苏红山的手就往屋里走 没事没事 我家宝没事 老爷 咱们宝没事 夫妻两个说着 就着急忙慌地往屋里去 一进去 就看到张小儒这会儿正倚在床颜 看见他们进来就撅着嘴儿 你说你们来这么快干嘛 苏姐姐还在给我做好吃的呢 你们来得太快 苏姐姐都还没有做好 你们可别现在就走啊 苏姐姐 你赶紧去给我做好吃的 我今天不带着 我绝对不回去 我就赖在你家了 这话一出 张县令和张夫人的心 也跟着彻底放下了 张夫人无奈地撑了她一眼 你这丫头 又对苏红山笑了笑 这丫头不懂事 你别搭理她 没事月姨 你们先聊 我去厨房忙着 苏红山笑着起身把空间让给他们一家三口 自己则去厨房继续忙碌 离开后还能听到张夫人埋怨张小儒的声音 你说说你这孩子 在人家家里做客 哪里能像在自己家 还让人家给你做吃的 你呀 哎呀 娘 苏姐姐又不是外人 再说了 你要你敢说苏姐姐做的东西你不喜欢吃 苏姐姐 上次咱们拿回家的辣酱 你吃的可不比我少 说起来也不知道我是谁吃那么多 咱们明明带回去好几罐子 才几天呢 竟然都没了 连罐子都消失了 是啊 那么多 我都没吃几口 怎么就没了 嗯 腹伤的下人真是得好好管教管教了 那点东西咱们都没吃 就让他们给吃完了 这怎么行 就是啊娘 这事你回去得好好地敲打敲打 要是别的也就算了 偏偏是苏姐姐做的辣酱 一定得好好敲打 可别这次苏姐姐给我做的好吃的 又被他们给糊糊没了 母女俩这边越说越起劲 全都怀疑是府上的下人吃了他们的辣酱 完全没有发现 边上脸色一阵青一阵紫 满是尴尬 都有些坐立不安的张献令 听着这母女两人真要回去敲打府上的下人 张献令轻咳了几声 她沉着脸 好了 就几罐辣酱 没了就没了 至于吗 至于 母女俩同时开口 张献令尴尬地扁过头去 不情不愿地嘀咕 那个 我拿了两罐送给了知府大人 张小如和张夫人齐刷刷地看向张献令 眼里全都是埋怨 你怎么能送人呢 两人这话说完 张夫人立马察觉到这话不对 连忙又改了口风 我是说 你怎么能送知府这种东西啊 要送也应该送些好东西啊 像是辣酱这种东西 咱们自家人留着吃就行了 怎么能送人呢 这万一知府大人不能吃辣 你送上去那不就是招人恨吗 而张小如的关注点 全部都在辣酱不止少了两罐上 爹 你说你送了两罐 那也不对啊 我拿回去好几罐呢 就是送了两罐 也不能这么快就没了 张献令再次不好意思地挠头 还让人给精力烧了几罐 张小如和张夫人一脸无语 张献令逮住时机就要溜 还给自己找了个 十分冠冕堂皇的理由 听说放蛇咬女儿的人就在外面 我去看看 看谁这么胆大包天 一出门 张献令就松了口气 拍拍胸口 心有余悸地 悄悄地往屋里看了一眼 听到屋里传来自家夫人 关心女儿的声音 唇角勾起浅浅地笑 又隔着门叮嘱 你给闺女好好看看 那伤口到底要不要紧 你放心 放蛇咬咱闺女的 我一定不放过 租园人这边刚悠悠转醒 就听到这么一句 紧接着就看清了说话之人 吓得两眼一翻 又差点晕过去 那可是县太爷呀 他虽然连同声都不是 可在县里的时候 也远远地看到过 就是他放的蛇 张献令 躲不走近 居高临下地 冷冷地看着苏元人 苏元人不想承认 可边上的村长 却已经恭敬地回答了 目前还不确定 不过 当时贵府千金被蛇咬的时候 他恰巧在那边 村长虽然心里 早已经认定了 是苏元人干的 可他也没证据 就没把话说死 反正具体地让张大人去查 如果不是 他这么说也不会冤枉了他 张献令看向了苏元人 苏元人下意识地低下头 恨不得继续晕着 来人 带回去审 感动他的宝贝女儿 真当他这个献令是白当的 和他一起来的两个牙医过来 就要抓苏元人 苏元人再顾不得其他 一咕噜跪趴在地上 就开始大喊着冤枉 冤枉 大人 我是冤枉的 不是我 我就是路过 没有人搭理他 两个牙医更是二话不说 抓着他就往外拉 外面 早有村人知道 牙医来了苏洪山家里 本来还想着是来找张小姐的 就没多问 寻思着张小姐和苏洪山关系好 牙医也可能是张献令 派来请张小姐回去的 却没想到 没一会儿就看到苏元人 被牙医压着出来了 这一下子 只要看到这一幕的所有人都震惊了 这是犯了什么罪了吗 哎 刚才衙门过来 是来抓苏元人的 一时间 不少人都放下手里的活计 朝这边看了过来 还不带打听 就光是苏元人嚷嚷着求饶声 就让大伙把事情的始末弄了个清清楚楚 有人狠狠地往地上呸了一口 就说老苏家这些人是连根都坏了 果然如此 你们看看 就这样还读书人呢 放水咬人家张小姐 这真是不要命了呀 这 咱们村也就他们一家人能做出这么恶毒的事情了吧 不管这些人平日里的为人怎么样 反正这会儿是没有一个人觉得苏元人是冤枉的 苏元人这边还嚷嚷着说不是自己 自己是被冤枉的 可这边还喊着 就听到人群中那些村民们全都认定是他干的 那两个牙医看他的眼神都满是嫌恶 那模样一看就是不信任他的 在这些不信任的声音中 他求饶的声音都渐渐地小了下来 俩牙医看他这样子 其中一个直接就道了句 看到没 你说不是你做的 有人信吗 我 真不是我 我就是路过 我真的是冤枉的 苏元人都快哭了 他本来以为自己还有一变之力的 他都想好了措辞 遥准了说是路过那里刚好看到 才过去准备搭救的 可现在这情况 我呸 你家的地和人村长家的地离那么远 你没事跑人家村长地离干啥呀 还正好路过 说那话你就不脸红 已经了解清楚了事情缘由的其中一个村民 直接就给对了回去 我真是路过 我全份没事干到处转转 正好转到那边去了 怎么不见你转其他地方去呢 哎呦你就别狡辩了啊 这事除了你们家人就没人能做得出来 反正不是你 就是你们家人干的 就是 一帮坏了根子的 苏元人听着这些人不信任的声音 脸色阴沉 却不知道想到什么 呼得就嚷嚷了一声 这不是我 我知道是谁 他这话一出 正好从院里出来的张献林 就一声力吼 是谁 从此找来 苏元人吓得一个哆嗦 直接就给跪了 是谁 他不知道啊 他刚才就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 觉得这些人既然觉得是老苏家人 也不一定就是认准了他 那他随便揪出一个来 说不定就把自己给摘开了 他压根就没多想 那话就脱口而出了 现在 巴拉谁出来给自己顶罪 老五 不行 老五知道自己太多的事情 自己要是找他顶罪 他还不知道说出什么来呢 二哥 想到苏老二 苏元人的眼里就闪过愤恨 二哥二嫂那两口子 知道他和老五在外面欠了银子 就闹着要分家 连着闹了好几天 一点面子都不给他们留 想分家是吧 想把他们扔开自己过好日子是吧 而且他之前出门的时候 也正好看到二哥也出门上山去了 他一个人走的肯定没人给他作证 而且他这几天也有上山 还能一口咬定蛇是他抓的 至于为什么 还能有什么为什么 张小如向着苏红山一家 而他和苏红山结怨已深 这就是最好的理由 这么想着 苏元人一咬牙 是二哥 我看到他抓蛇了 当时我在那边 也是因为看到二哥抓蛇 又刚好往张小姐那边去 担心真有什么事 才悄悄跟上去的 苏元人 你个天杀的 你竟然把脏水 往你二哥身上泼 我打死你 谁也没想到 这事竟然还能和苏老二 扯上关系 而且还是苏元人 亲口攀咬的 一时间 所有人都这么傻傻地 看着忽然冒出来的邹势 扑上去打苏元人 半天没反应过来 就连离苏元人 最近的两个牙医 都没来得及阻止 苏元人被绑了手脚 根本就无法还击 一时间 本就被苏红山 和韩大壮相继打过 已经伤重的身体 更是伤上加伤 他也被打出了几番火气 也是觉得 这话反正都已经说出口了 干脆一了百了 死咬到底 我又没说话 你就是打死了我 我说的也是真的 就是二哥干的 我要不是看到二哥 去抓了蛇我那边去 我是吃饱了撑的 跑那边去 二嫂 你担心二哥 我能理解 可你也不能真 让我背了这黑锅 我好歹是读书人 我是绝对不可能 说谎的 苏元人这话说得 有理有据 关键是村里 还真有人看到 苏老二上山了 至于他有没有抓蛇 又有没有去放蛇 却是没人看到的 一时间所有人都跟着怀疑起来 你放屁 你个黑心烂杆的 什么阿杂事都往你二哥身上推 你还是你二哥呢 你的心让狗给吃了呀 我打死你个黑心的 周氏不管不顾的 往苏元人身上招呼 心里头着急的不行 嘴上更是没个把门的 什么话都往外面凸露 你二哥就是上山又怎么了 他那时上山打猎去了 行什么内涵大撞 就能打猎正银子 我男人就不行了呀 我男人也长得人高马大的 怎么就打不到猎物了 想把脏水往你二哥身上扑 我告诉你没门 还真以为别人不知道 你那点破事呢 我可是亲耳听到 你和那老不死的商量着 要讨好人家张小姐 要想法子 娶了人家 好打上门好阅诈 之前 你跟人家张小姐大话不成 反而被打了一顿 回去你和你那老婆子 骂的话我可都还记着呢 谁知道你是不是 故意放声咬人家张小姐 好来个英雄救美 或者干脆给人家 吸腿上的毒 好因着这点事 赖上人家 我看你就是想败毁 人家张小姐的名声才弄出这出的吧 还敢往你二哥身上推 你真以为我姓周得是好欺负的 第三百三十集 周氏这话一出来 所有人都傻眼了 听他这么一分析 还真觉得就是那回事 这苏元人弄不好 还真就是想扒上县太爷这门亲 打算使这下三滥的手段 结果没使好 让人给逮了个当场 别人都在议论着周氏这话的真假 议论着到底是苏老二干的 还是苏元人干的 而张县令 却是彻底的黑了脸 本来就奇怪 好好的怎么就被蛇咬了 感情想算计他和他闺女 还真不是一般的胆大包天 他当了这么多年的县令 省了不知道多少案子 谁再撒谎 不说一眼看出来 那也能看个差不灵 这个苏元人一看就有问题 而且那老苏家人 好像就是自家夫人女儿 时不时会提起的 那家特别极品的人家 听女儿说 那家人经常找韩大壮一家的麻烦 张县令又不禁想到了 阮如墨对韩大壮一家的不同 走的时候还特意叮嘱了他多照服 既然这事是那家人干的 张县令干脆只当什么都没看出来 反正这会儿这两个人都被攀扯出来了 也都有嫌疑 那干脆一起上公堂 也算是给个教训 张县令直接下令 来人 去找苏老二 同时看住了他们一家人 这案子审理之前 他们一家人哪里都不能去 必须待在家里 随时配合调查 是 邹氏傻眼了 也顾不上撕打苏元人了 就朝着张县令给跪了 大人 冤枉啊 这事分明就是苏元人攀养 闭嘴 怎么审案 本大人心里有数 很快 刚上山运气很好的在一个陷阱里捡了一只野兔的苏老二 就被抓了 被抓的时候整个人还是懵的 他连连问牙医 怎么回事啊 干嘛抓我 我可没犯事 放开我 有没有犯事不是我们说的 是嫌犯苏元人招出你的 你上了公堂 再行狡辩 牙医扯着他往外走 毫不留情 左元人 怎么可能 苏老二直接懵了 而刚才看到苏老二被抓 还心里隐隐担忧 却因为之前的事情心生怨怼 死咬着嘴 心里暗骂活该 纠结的就是不想上前问情况的苏老婆子 也傻眼了 你说什么 老四 老四他怎么了 苏老二一看自家老娘这样子 更觉心寒哪 虽然分家了 可还同住一个院子呀 他刚才被牙医抓了 他娘还坐在屋檐下一句都不说 他还隐隐听到了一声活该 现在牙医刚说出苏元人的名字 他娘就着急成这样 本来还因为分家的事 多少心存内疚 可这会儿 最后的那点内疚 也因为苏老婆子这态度消失殆尽 他冷冷地看了一眼着急地冲过来的苏老婆子 冷笑了一声 憋过头去看向牙医 哼 走吧 反正我没犯事 也不怕跟你们走这一趟 他倒要看看苏元人招了他什么 他可什么都没做 苏老婆子也拄着拐杖 一边说着担心的话 不住地替苏元人辩解着 脚步颤颤巍巍地跟在后面追着 同时还不忘喊在屋里缩着的苏元成出来 老吴 你快出来 你四哥出事了 你快跟娘一起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而 屋里的苏元成却是一丁点的声音都没发出来 好像他压根就不在家里一样 苏老婆子叫不出来人 只好着急地跟了上去 一路到了苏洪山家门口 他就狠狠地骂了一声 我就知道又是那贱丫头搞事 苏老二人还没到 就从这些人的话里弄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见竟然是苏元人把黑锅往他身上甩 他整个人都傻了 他自认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对不起过老四老五 唯一的一次也是前几天 因为老四老五在外面借了十两银子 害得要账地上门 他也跟着挨了打 之后就在邹氏的劝说下分了家以外 他从没对不起他过 不但没有对不起 还把所有的心力都放在了老四老五身上 全家勒紧裤腰带 所有省出来的银子都给他们送去 供他们读书 可他们倒好 苏老二只觉得心寒呢 同时还有深深的后悔 怪不得苏洪山早早的带着弟弟要和他们分家 怪不得苏老三在王室的怂恿下也比他们早一步和他们分了家 原来 原来他们早都看出了他们的本性 就是自己传 分了家还心存愧疚 觉得没有帮弟弟扛起十两银子的欠债 有些对不起弟弟 第331集 离得近了 看着那边被绑着的苏元人 苏老二忽然就大笑了起来 苏老二的声音默得戛然而止 看着苏元人的目光里 全是愤怒 苏元人 二哥 没有对不起你过 邹氏也在看到苏老二被抓过来后 猛的就扑了过来 老二 是他 是他说的 他自己心术不正 放声咬人家张小姐 别说要是你 他把所有的罪都堆在你身上了 你说说你啊 生世间用勒紧裤腰带 把银子剩下给他读书 你看看他是怎么报答你的呀 老二啊 我真后悔到处怎么就跟了你呀 你看看你这一家子呀 我怎么就算满命苦呀 周氏越说越伤心 一想到苏老二被抓 自己孤儿寡母的处境 顿时绷不住地放声大哭 而另一边 苏老婆子也早扑到了他的宝贝儿子跟前 拉着他问长问短心疼的不行 又朝着牙医嚷嚷他儿子是冤枉的 牙医们才不管他 等到苏老二也抓来了 张仙令直接大手一挥 现牙回去关着 我这边回去后再审 是 几个牙医硬着 就要拉着苏老二和苏元人走 苏老二刚才只顾着韩星 还没来得及替自己辩解 这会儿 眼看着就要被抓走 也跟着着急了 大喊着冤枉 邹氏和苏老婆子也都跪下来求饶 可衙门办事 哪里是他们求一求 喊一喊冤枉就打住的 苏元人和苏老二还是被抓走了 先不提这俩兄弟一路上 又是如何吵闹攀咬的 就说张仙令这边 也脸色很是难看的对村长下令 这事是出在你们村的 你作为村长也必须承担起责任 姓苏的这一家都有嫌疑 不过衙门过来的人手不够 就先不抓了 你安排一下 把他们一家人都看管起来 随时配合调查 最重要的是别让人逃了 村长吓得冷汗都冒了出来 连连点头应试 在人群里点了几个人 大人的话你们也听到了 老苏家的人逃了 咱们村的人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现在先把他们两个弄回去看起来 我再安排一下人轮流看守着他们 咱们村谁愿意的也都自决报名 村长这边的安排 县令没心思听 直接就回院子里去了 而村里的人也是特别的配合 当下不少闲在家里没事的都报了名 表示愿意轮班职守 看着老苏家的人 防止他们逃跑或者继续作恶 苏老婆子和邹是哪里会愿意呀 可他们不愿意也没法子 县令大人亲自下令 他们就是反抗也反抗不出个花来 苏洪山一直在厨房里忙活着 给张小如准备能带走的食物 不过也没耽搁他了解外面发生的事情 历秋一直注意着外面的情况 来来回回好几次 等苏元人和苏老二被带走了 苏洪山这边也都知道了个完完全全 在听到苏元人竟然张口就把事情 苏如等人送去 等到三人吃完了 他这边鱼丸子肉丸子也都煮好了 让人装了食盒一起提到了前厅 苏洪山笑着介绍了 这些东西也都不能放 拿回去这一两天就吃完 他本来还准备弄些馅料 让一起带上的 可一寻思 这天气顶多也就只能放一两天 干脆就没弄 而是写了个方子 一起给了张夫人 这是半笑撩的方子 照着这个方子拌出来的味道 差不到哪里去 主要是包的时候 皮一定要赶薄一些 最好跟张纸试的就差不多 苏洪山仔细介绍了 张夫人也都跟着仔细地听了 这才无奈地看向苏洪山 刚才下人送来那馄饨 可真是好吃 哎呀 这丫头吃了你包的馄饨 这会儿正闹着不回去呢 非要在你这边住下呢 我这劝了半天 他愣是不听 你快帮我劝劝 苏洪山无奈地看了张小如一眼 就见张小如朝自己 又是眨眼又是吐舌头的 愿意放心 除了这事 他就是想住 我也不能让他住下了 刚才我爹都说了 那个苏洪人都被抓了 我还怕什么 第三百三十二集 除了这样的事 张线令和张夫人都来了 虽然是不管张小如说什么 他都不可能被留下来的 而且他现在受伤 县城里的医疗条件 也的确是比村里的好 别的不说 就单单请大夫这一点 也比村里方便快速 张小如还是走了 带着苏洪山给他装的 顶多能吃两三顿就坏的馄饨和丸子 走的时候还在惦记着苏洪山做的辣酱 再三确定 等他伤好了后 苏洪山就会给他坐候 这才不情不愿地走了 送走了张线令 韩大壮这边就朝村里去了 苏洪山疑惑了下 你有事 韩大壮比他还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人都走了 收房子去了 苏洪山争了下 怎么还记着呢 见韩大壮说完就又要走 苏洪山连忙拉住他的衣摆 哎 别去啊 韩大壮疑惑地看他 不是你说 我反悔了 苏洪山有些郁闷 真是的 就算是要做坏事 就不能敲摸的嘛 这会儿还有不少村里人都还没走呢 刚才那话 别人也都听去了的 这么光明正大地嚷嚷着去做坏事真的好吗 刚才在厨房里 他还怕这话传出去 特意叮嘱了玉娘和芬娘呢 你听我说 他们家的房子若是烧了 就没地儿圈着他们了 如此他们反而会到处蹦跌 也不方便村里人看住他们 再说了 反正他们被圈在家里 也不能出来恶心咱们了 咱们就别管了 大不了他们再来恶心人的时候 咱们再去烧他们家房子 不烧房子了 韩大壮语气里似乎都浸染上了浓浓的杀气 苏洪山只以为韩大壮这是在问他 连忙点头 正要说话 可紧接着 就察觉到了他身上忽然散发的浓烈杀气 下意识地问 你 那个 你干什么 不杀人 就在苏洪山刚松了口气的时候 他又到了局 把人扔塞北去 塞北 那可是出了名的苦寒之地 那些犯了罪 被判发配的 一般都被发配去了塞北 老苏家这一家人 真要是给扔去了那边 也就差不多等于是发配了 看苏洪山那吃惊的样子 韩大壮难得强硬了一回 不许奋募 苏洪山张了张嘴 到底是没说什么 反正只要不杀人就好 只要他们不来招惹自己 也就不会有事 好吧 这事就听你的 那现在就别去了 别给人张献令和村长添麻烦 韩大壮沉着脸 有些不情愿地点头 没有再说什么 转而跟着苏洪山回了院子 晚上吃馄饨 苏洪山脚下一个量枪 别人吃馄饨那就是吃馄饨 可韩大壮 那是吃馄饨吗 就是几个人一起包 也包不够他吃的吧 一定要 苏洪山嘴角抽了抽 不大确定地问 韩大壮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张大人他们都有 愣是从他话里听出了 委屈的苏洪山深深后悔 刚才给张献令等人煮馄饨的时候 为什么不给他煮一碗 当时要是也给他煮一碗的话 就只是一碗的事了 晚上煮馄饨吃 那就不只是一碗了 那得一锅 不对 估计一锅都不够 没办法 从张献令一家人走后 苏洪山就叫了 历秋历夏历冬 加上玉娘分娘 再加上 等到张献令一家走了 才赶过来问情况的村长媳妇 整整七个人开始包馄饨 一直包到天快黑 煮了好大几国 一直到苏石头 韩小山 韩小鸭 三个小家伙从村学回来 看到吃饭的餐厅里 一大盆一大盆装的馄饨的时候 还争了争 娘亲 今天吃馄饨吗 韩小鸭十分高兴 而苏石头和韩小山 却都心疼地看了眼苏洪山 又同时看响了韩大壮 眼里闪过一丝埋怨 馄饨多难包啊 而且爹吃得那么多 包这么多 娘亲得多累啊 爹知道晚上吃馄饨的时候 都不知道拦着点吗 也不怕娘亲累着了 馄饨多难包啊 而且姐夫吃得那么多 包得这么多 姐姐得多累啊 姐夫知道晚上吃馄饨的时候 都不知道拦着点吗 也不怕姐姐累着了 接受到几人埋怨的目光 韩大壮争了争 有些莫名其妙 却是二话不说 继续吃馄饨 还真别说 娘子的手艺真不是一般的好 怪不得她闻着张家那三口 吃馄饨的时候 肚子里的蝉虫直作祟 简直太好吃了 苏石头和韩小山 看着她那样子 都无奈地摇头 韩小山忽然沉着脸 看向苏红山 娘 以后不要包馄饨了 饺子也不要包 她爹胃口那么大 要包多少才能喂饱她 偏偏娘现在还就怕爹吃不饱 每次都做很多饭 天直到爹的肚子就是个无底洞 估计就是再来一杯也能吃下去 这样的肚子 吃馄饨饺子不但浪费 还累人 苏石头也紧跟着点头 对 饺子和馄饨都不好吃 姐姐以后都不要做了 然而 说着这话的苏石头 却是速度飞快地 扒着碗里的馄饨 吃完了又让人盛了一碗 压根就看不出 丁点的不好吃来 苏红山无奈地摇头 慢点吃 这么多管饱的 姐姐 以后真的不要包了 真的不好吃 苏石头吃完了三大碗 抹了嘴 神色凝重地道 紧接着就是 韩小山一本正经的点头 韩小鸭吃饭的速度慢 这会儿还没吃完 听哥哥和舅舅不止一次说不好吃 眼里都是疑惑 哥哥 舅舅 不好吃你们怎么吃那么多啊 比平时多吃了一碗呢 韩小鸭的同音同语 让屋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尤其是苏石头和韩小山两人 更是仗红了脸 见舅舅和哥哥都看着自己 韩小鸭吃馄饭的动作停了下来 疑惑地看着他们 嗯 怎么了吗 为什么都看着我 苏石头和韩小山同时低下头 心里默默哀叹 把韩小鸭保护得太好 是他们的错 嗯 他还小 这不能怪他 我吃好了 先去读书了 苏石头和韩小山同时起身往外走 韩小鸭看着二人离开 疑惑地眨了眨眼 看向了苏红山 娘亲 我觉得你包的馄饨挺好吃的呀 那疑惑的小样 似还在想 苏石头和韩小山为什么说不好吃 明明他和爹地娘亲都吃得挺香的 苏红山看着韩小山那疑惑的小样 笑着摇了摇头 好吃就多吃点吧 这小妮子 真的是从小就被韩小山保护着 没有那些弯弯绕的心思 这么直 也不知道是不是好事呢 哦 韩小鸭弱弱地应了一声 决定等一下还是去问问哥哥和舅舅 对了娘亲 包馄饨很费时间的 你以后不要包了 爹爹吃那么多 娘亲你要包很久的 之前苏石头和韩小山说的还算隐晦 可韩小鸭说的就直接的多了 韩大壮吃馄饨的动作都僵住了 脸也黑了下来 随后又看了眼还剩下很多的馄饨 娘子都已经为了他带着人辛苦了半下午 那他也不能辜负了娘子的一片苦心 于是他吃饭的动作更快了 韩小鸭看着一碗接一碗的 小鸭长大后一定会帮着娘亲一起养爹爹的 韩大壮吃馄饨的动作再次顿住 黑着脸看向了韩小鸭 他吃得多 不好养 他分明就是不想让食物剩下 分明就是娘子做的东西太好吃 看着桌上还剩下一大盆的馄饨 韩大壮决定 还是不要剩下了 天越来越热了 剩下会馊的 唉 娘亲爹爹 我也吃好了 先去读书了 说完又心疼的看了眼自家娘亲 也走了 苏洪山也无奈的摇头 看了眼韩大壮边上的空碗 真的非常好奇 那么多的东西他到底吃到哪里去了 不过还是贴心 把最新煮出来的一大盆端过来放在了他面前 韩大壮的胃口真的就似是无底洞 这么久了 苏洪山也没试探出他的极限来 反正不管每餐做多少他都能吃得干干净净 从来就不带剩饭的 以前家里穷的时候 他吃一个窝窝或者一碗面条 也从来不见他说饿 现在吃一锅 甚至更多也不见他吃撑 按说 寻常人吃这么多总会发胖的吧 可他也不见发胖的迹象 就连吃这么多下去 肚子都还是平坦的 有时候 苏洪山能偶尔发散一下思维 猜测他的肚子里是不是藏着一个空间 小家伙的话你不要放在心上 我其实挺喜欢做东西给你吃的 包饺子馄饨也不是天天都包 不会累的 虽然包那么多 包的时候的确是挺繁琐的 可人多一起包倒也不是太费事 而且看着自己做的美食被他全都吃下去 那种成就感也是别人不能理解的 韩大壮放下最后一个空碗 深深地看了苏洪山一眼 其实你不用做这么多 没事 你不用管其他的 你吃饱就好 现在家里富裕了 又不是缺他一口吃的 再说了 韩大壮的力气那也不是闹着玩的 估摸着吃的那些东西 也都是化作了力气 韩大壮想说什么 可看着苏洪山那认真的样子 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 其实挺好吃的 他还能吃得下 专门给三个小家伙读书准备的书房内 韩小鸭进去就见舅舅和哥哥正在认真读书 他愁愁了一会儿 上前拉了拉韩小山的衣摆 又拉了拉苏石头的衣摆 哥哥 舅舅 你们刚才是不是生气了 苏石头和韩小山 看着韩小鸭那奢碌碌的眼睛 有些无奈 对于这个他们一直尽力保护的小丫头 两人是生不起半分的火气的 没有 见他们没有生气 韩小鸭就很认真地说出了自己过来要说的话 可娘亲包的饺子和馄饨真的很好吃 你们说不好吃 娘亲会伤心的 苏石头和韩小山对视一眼 都无奈地摇头 他们哪里是嫌弃馄饨不好吃 他们就是 唉 可他们说的话大人能理解 可才七岁 小时候被哥哥保护 现在被全家保护的小工具 是不会懂的 我们没有嫌弃 苏石头与其认真 韩小鸭歪了歪脑袋 一副对他们说 苏红山包的馄饨不好吃 很不满的样子 可是你们说了呀 娘亲听了肯定会伤心的 不会 韩小山有些不耐 韩小鸭却是十分的执拗 可是 好了好了 没有可是 你不好好读书 娘亲才会伤心 娘亲是不会为那点小事伤心的 你赶紧读书吧 韩小山满是无奈地抓了本书 塞到了韩小鸭的手中 按着她在椅子上坐好 语气强硬 读书 韩小鸭拿着书 咬船看看哥哥 又看看舅舅 两人同时对她点头 韩小鸭这才低头读书 心里默默想着 可能哥哥说的对吧 娘亲不止一次说过 喜欢认真努力的孩子 这么想着 韩小鸭读书的声音都大声了 韩小山和苏石头对视一眼 也都纷纷低头去看书去了 第335集 苏洪山家这边安安稳稳 所有人都有条不稳 偶尔笑闹 一片温馨 可老苏家那边 却是哭天喊地 苏老婆子和邹氏 这两个早已经闹翻了的婆媳也不闹了 全都坐在院子里哭 一个哭苏老二 一个哭苏原人 又时不时地骂那些看着他们 不让他们出去的村里人 村里这些主动报名要过来看着他们的 基本都是往日里早都看不惯他们一家的 都到了这个地步 哪里会任由他们骂 直接就给骂回去 好几个婆子一起骂苏老婆子和邹氏两个人 这两人就是每人掌两张嘴那也骂不过呀 最后也只能掩齐息骨 坐在地上抹着眼泪哭自己命哭 可就是这样 这些人也都还不放过他们 你们命哭 我呸 你们怎么不说你们心黑呢 还有脸哭 自己儿子干了什么事没点瘦吗 打理他们干嘛 都是黑心懒干的 咱们只要看好了不让他们乱跑就好 省得县态也怪罪下来 这事关县令千金 最后也不知道会怎么办呢 哎呀 咱们村怎么就摊上这么一架子祸害 哎不对 哎哎哎 你们谁看到苏老头了 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面面相去 对呀 苏老头呢 他们过来也有一会儿了 就看到苏老婆子和邹氏 还有苏元成以及苏成才和苏成宝冒了个头 苏老头却是一直都没有出现 会不会还在地里呀 那老头子成天扛个锄头去地里 一去就是一天 这会儿 这会儿 估摸着还在地里吧 那怎么办 要去把人找回来吗 其实苏老头比起老苏家人来说 也算是老实人了吧 老实人 我呸 要是他是老实人的话 生的几个孩子能都是这德行 你们先在这儿看着 我去找村长说说这事 那人说着就走了 而苏老头这会儿在哪儿呢 他之前就回来了 可一回来就看到几个人围在他们家门口 他迟疑了下 就听到了那些人的对话 知道家里头出事了 也没敢回去 找了个麦杆豆尔坐了半天 然后拍拍屁股起身去了苏洪山家里 刚到苏洪山家门口 就被人拦住了 你干什么的 苏老头成天早出晚归 也不怎么在村里头出现 老苏家的人来闹事的时候 也都不见他的身影 以至于苏洪山家 后来来的人都不认识苏老头 苏老头被拦住 深深看了眼门里面 张了张嘴想说话 最后却什么都没说 背着手又走了 门口的小萝卜不解地挠了挠头 问吴东来 这老头谁啊 在门口转悠半天 问他啥也不说 吴东来往苏老头那边看了一眼 也皱了皱眉 谁知道呢 咱别管他 苏老头却没有走远 他就坐在苏洪山家不远的麦杆堕里 苏老头坐在麦杆堕里琢磨了一会儿 到底是没赶上苏洪山家里去 倒是一转身 准备朝着苏翠兰家里去 只是他才刚走了几步 就见之前那个守在他家门口的人 匆匆地往摇肠跑 他现在已经知道他们一家人 都被县太爷下了命令 必须要居在家里 他傻也不懂 也不敢回去 怕回去了就哪里也去不了了 过段时间就被低溜上了公堂 说不定还得坐牢 他也不知道什么样的罪名会坐牢 可是他却听到了苏元仁 放蛇咬了县令千金的事 县令千金受伤 县他也怎么可能放过他们一家 他要是回去了 说不定也跟着完蛋 一看到那人 他连忙就躲了 这会儿也不敢往村里去了 生怕被人看到抓回家里 看守起来 一向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苏老头 这会儿难得地害怕了 他不知道要怎么办 心里头又恨上了苏老婆子 要不是他成天找人家苏洪山的麻烦 苏洪山和苏石头 怎么可能和他们一家离了心 如果没离心 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 都是他的错 还有那苏元仁 他们一家人勒紧裤腰带地供他读书 他就这么报答他们的 竟然敢做出这样的事 现在好了 害了自己不说 还害了一家人 那老二也是的 既然老四都供出是他了 他承认了就是了 老四好歹是读书人 以后考取公民 也能替家里分担一点 老二又没读过书 人还不如老三勤快 让他去坐牢也没什么 算是为家里做了贡献 苏老头乱七八糟地想着 心里恨得牙痒痒 藏在麦杆堕里 却是哪里都不敢去了 村长被告知苏老头不在 一琢磨 也以为苏老头还在地里没回来 就让人去找回来看守起来 别让他提早知道了消息 再跑去苏洪山家里闹腾 只可惜去了好几个人 找了老苏家好几片地 也没看着人 又在村里找了一遍 眼看着天都黑了 还是一无所获 苏老头好像是忽然 人间蒸发了似的 那老苏头会不会已经得到消息逃走了 还真别说 真有可能 那苏老头真能做出不顾全家逃走的事 要我说 干脆也别找了 他一个老头子能上哪去 自己扛不住也就回去了 根本不用咱们找 这些人说话的地方就在麦杆堕不远处 让苏老头听了个明明白白 心里也不禁后悔 他怎么就忘了逃走这回事了 苏老头这么想着 越发地觉得这村里不能呆了 他一寻思 等到村里人都各自回去 天渐渐黑了 夜深人静后 一个人钻出麦杆舵 扛着锄头沿着路 朝着县城的方向走了 只不过到了县城也没停 又继续往下一个镇子走 实在累了饿了 就蹲在街边乞讨 倒也有好心人赏他一口 他也不敢在离青阳县近的地方停留 却也不知道这是哪里 只觉得应该走 走得越远越好 就这么着 一路乞讨 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苏洪山是第二天听说了 苏老头不见了的事的 村长特意来找苏洪山说这事 也是怕张县令审案的时候 真的想起这家人要提审 结果他把人给堪丢了 张县令再怪罪下来 苏洪山听到的时候也呆了呆 苏老头不见了 一个老头子能上哪里去啊 村长也有些无奈 昨天看着老苏家的那些人就没看到他 我们琢磨应该在地里就去找了 结果没找到 也没人看到他出村 也就没怎么在意 毕竟他年纪也挺大了 应该也不会乱跑 却没想到苏老头竟然真的一晚上都没回去 苏洪山你说这事咋办呢 万一县太爷怪罪下来 村长一想就非常懊恼 早知道他真敢跑 昨天就是把村子翻个遍也应该把人找出来的 苏洪山知道村长担心什么 笑了笑 干爹放心 县太爷那边要是问起来 我去解释 而且 这事基本已经确定是苏原人干的 咱们县太爷也是个怜民的 即便是为张小姐报仇 也不会真牵连那么多 顶多就是被抓了的苏老二 在牢里吃点苦头 弄不好 过几天就得被放出来了 苏洪山这话一出 村长就郁闷了 唉 那还不如不放出来 苏洪山笑了笑 没有说话 村长走了 苏洪山却是勾传笑了 这苏老头还真不是一般的胆小 也不是一般的凉薄呀 这就扔下一大家子 自己个儿跑了 第三百三十七集 苏洪山无语地摇了摇头 就见小萝卜已经听到了苏老头逃走的事情 也想到了昨天在门口转悠的那个老头 再三犹豫 还是来找苏洪山说了这事 夫人 他当时在外面转悠 我问他干什么的 他也不说 只往里面看了一眼就走了 我寻摸着是村里哪家的老头就没管 现在看来 那应该就是苏老头了 苏洪山挑了挑眉 几乎能想到苏老头当时犹豫着要不要找他的样子 也幸好他没来找 不然的话 想到韩大壮昨天说的话 苏洪山笑着摇头 语气冰凉 算他连他连他连他 算他连他连他连他 没真的来 不然的话 整个老苏家就都得去塞北自生自灭去了 小萝卜不明所以 不过见苏洪山摆手让他下去 也就压下心头的不解 转身离开了 张县令是真有意想给苏老二和苏原人点教训他 所以也没着急着审理这事 就这么把人扔在县衙大牢里整整十几天 直到张小如小腿上的伤都好了 又闹腾着要去向阳村的时候 张县令这才开始审理这案子 苏原人被关在牢里这么多天 天天吃着馊了的饭菜 还被同一个牢房的人殴打 被苏老二殴打 他早都受不住了 倒是苏老二常年在家干农活 体力一直都不错 在牢里过得还不错 不过因为是被苏原人攀咬才遭了这一劫的 也是把所有的怒气都往苏原人身上撒 往日里一直照抚着的亲弟弟 在彻底的失望后 也是舍得下狠手的 在牢房里这几天 不管牢头送来多少吃的 不管这东西能不能下宴 只要送来了 苏老二就抢了苏原人的 自己就是不吃也不让他吃 每天只给苏原人一碗馊了的饭 却是一天三顿地揍他 天天挨打还吃不好 在牢房这十几天 苏原人早就崩溃了 等到案子审理的时候也异常地顺利 犯罪动机犯罪心理交代得完完整整 完后还说 这事是我为了脱罪 胡乱攀咬苏原人的 和他没有关系 却有大人放过他 他实在不想坐了牢 还和苏老二关在一个牢房里 那对他来说 比坐牢本身还要可怕得多 案子本来就和苏老二没关系 张县令关他这么长时间 也算是给了教训 审理完后就放了苏老二 在苏老二回来后 老苏家也终于不用被看守着了 这十几天 他们被迫待在家里 哪里都不能去 还不知道张县令什么时候 就来找他们的麻烦 不知道苏原人和苏老二那边的结果 一家人提心吊胆 现在终于等到苏老二回来 却不见苏原人 苏老婆子一看到苏老二回来 就着急地扑了上来 老四呢 老四怎么没和你一起回来 老二 你说话呀 老四呢 面对苏老婆子那担心的样子 苏老二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忽然就一把甩开了他 他要坐牢了 这辈子都别想出来了 事实上 苏老二也不知道苏原人被判了多久 他洗情嫌疑后就被放了出来 对苏原人的情况压根就不担心 这会儿 看着苏老婆子那担忧的样子 没油来的就一阵怒火 他冷冷地说完 也不理会苏老婆子那失魂落魄的样子 直接走到邹氏跟前 有银子没 邹氏这几天一直担心着苏老二 不止一次在心里说 只要他平安地回来 他就什么都不计较了 一定好好地和他过日子 这会儿见他见面就要银子 虽然争了争 却还是点了点头 只有几百吻 那算了 第三百三十八集 邹氏不明白苏老二说的是什么意思 正要问 就见苏老二又看着他们住的屋子 咱们的院子正好在西边 咱们把前面的门封了 在后边开个门 重新起到墙 先凑合着过 等到后面攒下银子了 我再想法子 披一块地 重新建两间屋子 邹氏听懂了苏老二的话 激动地淋淋点头 好 听你的 咱们可以先用泥沸凑合着 等以后 有银子来再想其他法子 这一刻 夫妻两个 夫妻两个再也不指望着老四老五了 他们的日子 以后自己过 至于老四老五 老四这辈子完了 老五的话 他也老大不小了 既然他娘的心里只有他 那他们就一起过去吧 反正他们二房是不伺候了 以后顶多给点养老就行 要是惹了他们不痛快 就是养老都不给 相信村里人也没人替他们说话 苏老婆子没听到这些 他满脑子都是老四坐牢了的消息 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忽然上去扯住苏老二哭闹 你是怎么做哥哥的 那可是你四弟呀 你怎么能让他去坐牢 苏老婆子抓着苏元人的胳膊 一个劲儿地摇晃着 则问他为什么回来了 苏元人没回来 他这做二哥的为什么照顾不好弟弟 苏老二冷冷地 看着面前疯了一样的苏老婆子 深吸了口气 压下心里的怒火 声音十分冰冷 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苏老婆子却似是没有听到 还在一个劲儿地责问 你怎么不去坐牢 老二 你怎么不去坐牢啊 你什么都不会 你替你弟弟坐牢多好啊 你弟弟可是读书人 咱们家日后还要指望着他考取功名呢 还指望着他过好日子呢 你怎么这么狠心啊 那可是你弟弟呀 他冷冷冷地说完就猛地甩开苏老婆子的手 回屋去了 问他怎么不替苏元人坐牢 这是一个当娘的能说出来的话 就因为他不会读书 他就应该替苏元人去坐牢 他倒是想读书呢 可是他们谁问过他 谁管过他 现在却说他不会读书 就应该替老四坐牢 苏老二是个粗人 也不是个善人 坏事也没少做 从来不相信报应 可这一刻 他却信了 这呀 或许就是报应 苏老二一个人坐在屋里床檐上 闷声坐了好久之后 忽然就大笑了起来 一直笑到眼泪都下来了 笑得整个人都跪趴在了地上 他垂打着地面 又是哭又是笑得好一会儿 邹氏站在门口看着里面 一向乍乍乎乎的他 也忽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默默地别过身去 狠狠地瞪了眼 还瘫坐在地上 似是不能接受苏元人坐牢 这件事的苏老婆子 他忽然疯了一样地扑过去 朝着苏老婆子皱巴巴的老脸上 就扇了好几个耳光 你个黑心烂根的四老太婆 你怎么不去死呀 让我们老二帝你家那败家玩意儿坐牢 你怎么想得出来的 你既然那么疼你那败家二子 你怎么不替他坐牢去呀 反正你也没几年好活了 有本事你就去问问献太爷 看他让不让你替你那宝贝儿子坐牢 别人都说咱们老四家的人不是好东西 对 我承认 我周春花的确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我也比你这个四老太婆强 周氏连着好几个耳光下去 还不能解恨 却忽然听到屋里传来 苏老二一声四哭四笑的大吼 大哥大嫂 我对不住你们 这都是报应 报应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第三百三十九集 周氏争了争 联盟就又到了自家屋子门口 就见苏老二趴在地上 守不住的锤打着地面 又是哭又是笑 苏老婆子也听到了里面的声音 脑子里也有些恍惚 可想的最多的 依然是老四坐牢的事情 根本就懒得多管苏老二 而苏元成呢 他一直在屋里 即便是周氏在外面打苏老婆子 即便是看到苏老二回来了 听到苏元人坐牢了 他也没出来 他这会儿想的只有一件事 苏元人坐牢了 家里也没银子了 那那些人再次上门要债 他要怎么办 以前还有个苏元人和他一起扛着 现在他一个人要扛下这个债务 偏偏还没银子 那些人万一找来了 他就完了 想到他在县城里看到的那些还不上银子的 被砍手砍脚的 他整个人就下意识地颤抖了起来 趁着这几天家里乱糟糟的时候 他已经把家里里里外外翻了个遍 现在十分确定 这个家里已经拿不出银子给他了 苏元成沉默地看着外面坐在地上的苏老婆子 又去看西屋那边时不时传来的苏老二的哭声 以及躲在另一个屋子里的两个侄子 他咬了咬牙 转身去收拾了自己的东西 这一晚 整个老苏家 除了苏元宝这个年龄还小 什么都不知道的睡得踏实 其他人一直到后半夜才迷迷糊糊地睡着 等他们睡着后 苏元成拎着包袱 悄悄地溜了出来 却没有马上离开 而是去了村子里头 进了苏翠兰和老王头家的院子 没多大会儿功夫 他就又溜了出来 这次直接出了村子 沿着大道去了县城 到了县城也没停留 继续往府城走 天大亮 苏老婆子没有见到苏元成 还没太在意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坐了牢的四儿子 而位于村子中间的苏翠兰和老王头家中 却是忽然发出一阵哭天喊地的声音 银子呢 银子怎么都不见了 明明昨晚还在的 老王头和苏翠兰哭过之后 就在村民们的提点下去找了村长 村长听了也是直皱眉 他们向阳村已经好久没有出现过偷东西这种事了 上一次还是之前苏洪山家刚买的粮食被老苏家人给偷了的事 怎么这次 再看被偷银子的是苏翠兰和老王头 村长下意识地就想到了老苏家 老苏家那两个儿子在外面欠了十两银子 老二老三又相继分家 老四也坐了牢 就连苏老头子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 剩下有作案动机的 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在外面欠了银子的苏老五 一行人来到老苏家 平日里热闹的院子清清冷冷的 他们进了老苏家大门 都没有人发觉 直到苏老婆子出来仔细地一打听 果然苏元成不见了 苏老婆子听这些人的怀疑的时候 还不以为然 不可能 老五应该是这几天在家里闷着了 一早出去转转 他怎么可能跑 又指着苏翠兰就要骂 不过最后关头 却不知道忽然想到了什么 又生生把那自然而然 差点出口的骂声给咽了回去 同时心里也生起了一些不好的预感 老五不会真的跑了吧 苏老婆子这边因为这个不好的预感 整个人都恍惚了 脑子里嗡嗡作响 脚下也都亮呛地站不稳了 不可能 一定不可能的 他为他们兄弟俩付出了那么多 现在老四坐牢了 如果老五再走了 老二老三都和他离了心 老头子也不知道死哪里去了 如果老五真的走了 祖老婆子忽然觉得 天都要塌下来了 我会想到你这边